哥哥猫咱们故事继续接下个上个故事讲 那你看此时的刘汉和李某信就来到了辽宁葫芦岛 在辽宁葫芦岛的酒店就看见苏少爷了 苏少爷这边直接对刘汉说了 刘汉你不再好好四川待着 你跑到葫芦岛来管那些闲事 难道你闲的 刘汉直接说了 这样吗 我知道 你挺牛 而且我也知道你父亲是葫芦岛的一把书记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没空吗 还有六个月承包期才能到呢 你们这样欺负李局长 难道你就不怕法律的制裁吗 什么叫法律 法律在我面前一文不值 刘汉说你他妈好猖狂 法律是神圣的 少他妈跟我整个没有用的 我就问你能不能不管这些事 刘汉说你能不能不擦出秋皮锅没逛 六个月承包期到了 你想包就包给你吗 我现在就要 我一天都不能等了 听见没有 而且今天来我告诉你一声 你们确实挺牛 而且能找到文喜哥的 也证明你背后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但是我跟你说 你动了点别人考虑 我也听说 你在当地也打了许多场硬仗 但是你动了 苏浩不好使 刘汉说 看来你是年轻气盛 你是没挨过走 那你动我一下试试 你动我一下试试 随后苏浩说行了 不赔了 钱呢 我已经截过了 苏浩带着两个兄弟就准备离开 啪这么一开门 那你看刘维带着十来个兄弟 赶门口怼 而此时刘维已经非常生气了 身上拿着砍刀 你看对着苏浩和他的两个兄弟 夸就是一顿乱砍 那么当时 给苏浩的两名兄弟给砍倒了 苏浩呢 也受了伤了 肩上啊 被砍了一刀 这边 你看刘汉一看 行了 行 带人呢 就走了 回到沈阳了 而苏浩也住进医院了 这件事情啊 马上啊 就让葫芦岛的一把书记啊 老苏给知道了 这老苏这边把电话 直接就打给林某喜了 文喜哥 啊 苏书记是吧 文喜哥 我上次给你个面子 将那个刘维啊 你说放就放了 这次刘维带着一伙人 将我儿子给砍进医院了 我必须要制裁他 我希望你不要再插手了 这边文喜哥 你看老苏 咱们有什么话 不能好好说吗 我赔你钱 少他妈跟我提钱 你能赔多少钱给我啊 听见没有 钱在我面前一文不值 我必须要守折这个刘维 你就不要管了 听见没 这个人你动不了 他挺牛逼的 他爱谁谁 那你看这边老苏带着 当时的葫芦岛六帅门的医保 董明远 包括南票分局的刘志等人呢 直接来到刘宇沈阳了 将刘维他们呢 全部给抓了 并且将刘汉 还有这个李某信呢 也给带走了 随后将刘汉和李某信 关在一个小黑屋里边 这个时候 这苏浩拿了一只合同 直接说了 李军长 把这个合同签了吧 合同大致那种就是啊 还有六个月的承包期 我无偿捐赠给苏浩 苏浩意思就要 强行站脸上没晃了 这个时候李某信说 苏公子 这个合同我不能签 不签 来呀 当时啊 来了很多人呢 对着李某信呢 和刘汉呢 就是一顿教育 一顿真实 这边刘汉一看 别别别 别打了 咱们签 咱们签还不行吗 李某这么一想 你给我办的啥事呢 这当时这煤矿 你没想出来 还怎么让我升签 但是刘汉要签了 也没办法 当时把这个合同啊 就给签了 那你看这个时候 人家 这苏浩看了看这纸合同 直接说了 行了 等着吧 我现在呀 你们就可以走了 刘汉说我兄弟呢 你兄弟走不了 我只能让你俩出去 刘汉说你他妈耍赖 耍什么赖啊 耍赖 你俩走就可以了 就这样 刘汉呢 当时和这个李某信呢 就处累了 因为刘汉呢 还行 没有说说受太大的伤 李某信本来就有伤 这次呢 又被砍了几刀啊 直接中心的 活着到医院了 而这时刘汉呢 把电话就打给周公子了 周公子此时啊 正在文喜哥家里边呢 当时就跟文喜哥说了 你给我拿两把米的根 文喜哥这边一看 小斌 你可知道我 这六三百的米的根 那都是有配置的 有编号的 那不能随便往处拿 当时这周公子说 你给我拿两把 你放心 我肯定啊 不会使用他的 我这拿两把米的根 吓唬吓唬他 你万一要开枪呢 你万一要是蹦出去了 到时候我交代不上 我就完蛋了 周公子说你这样 你给我拿 我会克制的 如果说你不给我拿 你相信我周文武的实力 我也能搞见呢 这两把米的根 到时候我惹的事 我怕你都兜不了 小斌 你在威胁李叔叔是吗 李叔叔 我不是在威胁你 你好 好赖才帮我这一回吗 我已经帮过你很多次了 最后的一次 最后的一次还不行吗 这个时候 行了 我知道了 当时这边文喜哥 就给周公子 弄了两把米的根 周公子这个时候 直接来到刘牛虎饼岛了 也就找到这个刘汉了 直接给了刘汉一把 这边你看 直接一个电话 就打给苏浩了 要约苏浩见面 要与苏浩单抠 那么你看刘汉和周公子 又会惹出什么祸端呢 老弟啊 下集给你讲述 下集啊 就是大结局了 那就会儿 不让你了